李明哲遭中國政府關押以御三州 中國政府非但會透露李明哲的關押地點 也不願意依據台灣跟中國之間的司法互助協議 給予家屬探視的權利 那更可惡的是 昨天李明哲妻子 起承要前往北京探視 也不算探視 起承要前往北京應該算是去尋找李明哲的時候 中國政府甚至臨時注銷其台報證 使其無法順利成行 所以我們認為說在這個時候 政府的消極作為 不僅使家屬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 更導致我們人民普遍的不安與憤怒 這個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 絕對不能只是讓家屬跟民間團體 在那邊做努力而已 這時候政府已經太遲了 但是一定要在這個時候站出來 由外交部與大陸委員會 儘速召開國際記者會 向國際社會嚴正表達果博的立場 並每天定期向李明哲妻子 以進入及親友們說明救援的進度 當事情發展到這個時候 應該是行政部門很清楚地站出來 向國際社會發聲 也正表達我們國立場的時候 發展到這個時候 的確定會有很多 都可以在這個時候 要做的對方 我們在這次的地方 要交部工程 感谢观看